有一天呢,一个朋友问起 为什么多肉买回去养了一段时间 它的粉变得越来越厚了呢? 那你们觉得我陆养去的这一颗冰玉 它的粉看上去又很厚吗? 那其实我很早发现了一个问题 凡是带粉的多肉呢,如果你可以陆养 它的粉其实是可以很薄的 你们看这一颗冰玉,它的粉同样是很薄的 那陆养的多肉呢,因为风吹雨淋的关系 它的粉呢,会被冲掉一部分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较大的温差 也是导致它这个粉变薄的原因 这一颗小冰玉是朋友送给我的 来的时候同样是粉很厚啊 但是经历了一个季节的变换 总觉得室外操养的多肉呢,它会收获意外之美 那现在呢,回到了我家里的室内封闭阳台 家里的冰玉如果想养的好看一点 我是对它们动过手脚的 那先来看一下这两颗没有处理过的吧 就像大家所说的一样 粉呢,非常的厚,上色很难 怎么养它也没有状态 那想要让它变得稍微好看一点呢 其实我是会对它进行一个轻微刷粉的处理 这一颗呢,同样是被我卸过妆的 现在已经上色了吧 夏天的时候呢,它可是一个大绿菜来着 而且粉底是超厚的 对比一下这两颗哈 它们两个呢,是同一时期 同一加买的 现在呢,呈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 右边这颗没有刷过粉的 就像是现在比较火的那个翡翠冰一样啊 真的是超级的绿啊 左边的这个双头也是它们同一批买的 你看这个上色的状态啊 已经粉粉的开始变透了 所以呢,我们室内养一些带薄粉类的多肉呢 你想让它的上色快一点 如果只是靠灯罩 然后温差呢,又太小了 那它的上色速度呢,其实是非常慢的 所以呢,如果你能接受的话啊 适当的给剁肉刷一下粉 可以提高它的上色速度 因为这个粉呢,它本身对剁肉有一个保护的能力啊 可以防止剁肉晒伤的 那如果它的这个粉太过于厚重的话啊 颜色呢,就藏在了它这个粉底之下 看不到了 其实不单单是冰玉啊 还有橙子这一类的 它的粉呢,在室内养的话啊 都会有一点厚重 偶尔呢,给它刷一刷 不要刷得太干净 那你们来看一下,这几颗奶油冰玉 在一个48瓦双排灯柱的补光灯下啊 它也是可以呈现一个非常好看的状态的 这个刷粉就是一个小技巧 如果你能接受呢,就可以尝试一下啦